李伟强牧师表示,地震发生时,他在绵阳市也可以感受到很大的震感。 亚安地震的灾民大多是农民和基层的民工,因此,脚生的震灾工作的焦点是要在重灾区找到损失严重的一百户人家,帮助他们重建家园。 这就是脚生即将实施的百户重建计划。 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帮助灾民重建家园,而长期目标则是帮助他们重整心灵,重燃生活的希望。 他的生活的用品,他的生财的工具,因为农民你想想看他的拖拉机啊,或者一些的生财的器具,他们很可能就没办法去张罗。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可以在经济上面可以立稳的脚。 目前,灾区急需帐篷、药品、食品、饮用水、棉被等物资。 李伟强牧师呼吁华人同胞发挥爱心,伸出援手,捐款捐物。 捐款详情请电626-286-2600。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,如果我们能够筹到20万美元,大概是100多万, 所以可以起码每一个农民,每一户农民有一万块人民币的捐款, 所以让他们可以实际可以购买东西。 因为我觉得,如果我们能够与其很多人仙女善花这样子,摸不着编制, 我宁愿focus在100户里面,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,重新地建立他们的家园。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。